狗不只是人類的好朋友 還可以是個稱職的保母 看看這隻狗就明白了 牠見到寶寶睡了 順便想摸寶寶的頭由鏡吵醒牠 於是用口拉高張屁為對方蓋上 看看還留了什麼還沒做 原來還沒關房門 再回到床上關燈 只剩下夜燈正在開 這次終於可以捕在寶寶的頭上一起睡了 狗狗做得到保母 都做到保錶 郭外就有一名少女故想走後巷時 差跌被大圖逐著上車綁架 幸好一隻流浪狗衝出來英雄救美 奉狂肺叫嚇退壞人 少女才得以全身而退 不是指以以下片段中的無層梅犬 運用抗敵便慘了 這隻在美國加州的金黃層梅犬 早前發現有賊人闖入家裡的車庫 準備偷走一輛要加1300美金的單車 狗狗立刻追上去 阻攔對方走路 誰知這不是援兵之計 因為金黃層梅犬未有肺叫警告 或者破咬對方 而是真是熱情地向賊人搖尾、癡他 是想和對方玩 賊人都忍不住陪他玩了一分鐘 最後才踩了蜜酒 金黃層梅犬還意義不捨的目送 42歲的賊人最後落網 被偷走的單車都圓壁威照 但閉路電視片段公開之後 傻家家同事拆玩的金黃層梅犬 令屋主和網民都酷笑不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